好 今天你的初次提升 的讲题是智术 那在这个篇文章当中 我个人觉得 他在组织的演讲 有非常好的开场牌 他的开场牌一开始 就让我们注意他 他问了什么 他讲我是从哪里来的 韩国 日本都不是 他讲的是他来自西安 一个经过13个朝代的古都文明 接下来的正文 他带进了 他那个怎么跟他的丈夫 在1998年来到了新加坡 对新加坡 他肯定是撩如指掌 东南西北都逃不过他 那在短短的5分钟16秒当中 也让我们对他的认识 通过八个字 他已经让我们知道 爱家爱孩子 爱丈夫 这短短八个字 让我们认识他是一个 贤七两五 贤七两五型的 贤疏理性 那最重要的是 我个人感觉呢 他是一个自尊心很高的人 以及他对自己的成长要求很高 比如他说 他的生活上 让我们对他的认识 在读书会 在各方面 不是读书会对不起 在你的那个 你的爬山 还有你的跳舞舞蹈 以及你的书法 对了 让我们认识他在生活上过得很充实 加上呢 你对自己事业上有更高的要求 从一个员工到自己创业 这些让我们对他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那在他的结尾 他也到处自己是一个自信满满的 将相信自己将是一个散业的宝石 那我想给他点评的呢 是希望呢 他可以在两方面 第一呢 就是眼光的接触 第二的话呢 就是声音上可以洪亮一点 心里我相信你在第二次的作业肯定会做得更好 你行的 你一定行的 谢谢 谢谢秋美 接下来是作业六 内稿作业员何春兰 他的讲题是需要和想要 评论员是榴莲园讲演会的张宝才 高级迎级讲员 高级同级领袖 掌声请 张宝才所会会友 谢谢你 大家好 春兰会友你好 你今天的讲题是需要 你想要 那么你一开场就介绍了 何谓的需要 其实需要 它是一种我们的生活的必须 必须的事物 谢谢大家